專屬武器終於登場了 這也是我們本期青銅組冠軍 唯一一個轉機的機會 如果說這個武器沒有那麼強的話 我們恐怕是很難再走到下一步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專屬武器 強化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裡的話是提高65%的順傷命中 對整列敵人4000%的傷害 那原本是多少 原本的話絕技3000% 等於提升了1 3分 1 OK 那我們到1線去吧 我們把專屬武器給他拿下來 同時我們的蚊子的形象也到齊了 再來看一下超級絕技的特效喔 前面看起來差不多 後面變了 他把蚊子的形狀給做出來了 然後最後面原本是白光收尾 現在變成紅光收尾 OK 那我們先招募看一下 本期的獎勵有什麼東西呢 三個碎片 還有舊版的頭罐 還有舊版的頭罐 神女之魂 大同小異 還有新紅紋的碎片 不少 這個是新版的 舊版的專屬武器碎片 只有剛剛出現一個 沒有了 我可以再招 我們要拿到獎品囉 這個有沒有 這個比較少 好 好咧 專屬武器先拿著 新芒掛飾 走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給他強化了 當前面板攻擊力是15萬 15萬強化了之後呢 我們的攻擊力 喔 差一點 去掃當一下 拿一下條面 這個很快 這裡點一下 OK 我們這關卡打很少 所以他的道具給的也不多 但是應該是足夠讓我們強化了才對 OK 還不夠啊 因為打的關卡太少了 打沒有幾關啊 這裡9585還不夠 585再加11 金盒 另外一個的話還差7 哇 怎麼那麼倒楣啊 先去另外一個地方吧 這裡換一換比較快吧 這裡 兌換 我們還有15個道具 這裡買30片 夠了 走吧 強化專屬武器 同時來看一下蚊子到底有什麼精彩的表現呢 4000%的攻擊有多強呢 118萬 那面板的攻擊力 抵達15萬奇 終於是成長了不少啊 走 馬上去PK場 強化了專屬武器打同樣的對手 今天我們是打這個嘛 對吧 崩普老頭沒有打贏 那今天呢 有專屬武器之後還會輸嗎 戰鬥開始 昨天這個崩普是入侵到了後排去了 哇 這個專屬武器的特效還可以 不過這次傷害並沒有做出來 看下一波囉 老頭昨天是順傷閃避 閃掉了我們的攻擊 崩普老頭也要來了 這邊還是啊 老樣子啊 可以暈起來了 不震動 人蝎卡的追擊變痛了 之前是打20幾萬 可能再少一點 現在打40幾萬 有感的 增強了 好 蟑螂塗一下80公斤 這個都沒有傷害了 完了之後換對面的改造吉爾諾斯 等一下喔 先看一下專屬武器 上次脫崩普沒有倒 今天上了一個受傷了 應該要倒了 我們這邊也有殭屍霞 凤凰男士沒有氣了 OK 哇 老頭速度怎麼超前啊 我的天 給你個鐵沙掌啊 完了之後 弟弟銀牙棒鼓先生 OK換我們了 專屬武器 哇 這次應該有了 老頭還沒有倒啊 不是吧 這老頭怎麼那麼頑固啊 他倒不下來 紅眼鳳凰男人 這邊是追擊 哇 不會又輸了吧 有一點危險啊 應該是贏啊 奇艷諾斯 66萬 蟑螂倒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搞不好又要輸了是不是 這次應該有了吧 老頭血又回去了 不是吧 不是吧 這個角色怎麼會去玩成這個樣子啊 特效是有了 只是 我們 都沒有辦法贏啊 他又來了又輸啦 還是一樣啊 連老頭都打不贏啊 好吧 換個對手吧 有King什麼的咧 這個試看看好了 好不好 贏一場嘛 這個戰力又少了一點 那我們贏一場吧 開局先把King給閃平 閃平 喔剛剛有一個不屈的角色 倒了 他一個老頭 這BOMB盾牌 這King的血條完全沒有動耶 怎麼會這樣子啊 盾牌都還在耶 青蛙神明星也失敗了 這一次打聯西對手打過來 我們應該就慘平了 我們就倒光啦 我們沒有辦法活啊 啊這個東西真的是越來越難啦 OK 又一下啊 這次把G20先陰起來就對了 否則是沒有辦法打的 關鍵還是這個King啊 他為什麼去 敗那張這麼多咧 撐一六 喔 閃光也有點痛耶 哇來了 聯西還是給你開了 最怕的東西 不過我們這個是惡覺的蚊子 左手還是有點抵禦了 左手還是有點抵禦了 左手還是有點抵禦 一秒的也來了 再給你再上一個地場 蟑螂要倒了 噴掉了 哇哇哇哇哇 有夠痛耶 有沒有看到蚊子血狂噴啊 這個是沒有辦法耶 真的是玩不了耶 真的是玩不了耶 還被覺醒一秒人打趴耶 這個有夠慘耶 他真的是玩不了耶 你攻擊力強也沒有用啊 剛剛那個盾牌就告訴你了 你強他白內障還有六管血在等你耶 對吧你這個保守估計啊 三十五萬四十萬的攻擊 我們都打不贏這個對手啊 這完全是卡住了 OK我們再換一個看看 兩百萬溫德必要 六百萬耶 一般的角色試一下好了 一般的 這個可以贏了吧 屢敗屢戰耶 連這樣的一個對手都輸耶 這太瞎扯了吧 你連獸王都打不贏啊 哇這個是怎麼輸的啊 對不對這個對手是怎麼去輸呢 他主電的是什麼呢 陰性什麼的都有啊 還會輸啊 我真的是氣死我了 真的是要被我被我氣死了 對不對這個對手很差啊 這怎麼會去 好現在看一下 狗狗俠一咬的傷害也是有一點 是我們角色太脆皮了 惡狼呢 握一掌狼 狗王抓一下 天空王也快爆了 蚊子是乘以八 乘以八之後天空王 沒有氣了 這邊惡狼又一掌狼 雙狼很快就要倒了 僵尸俠先爬起來 又是一掌狼啊 一掌狼就打敗我們全部的對手了 連這個僵尸俠一回合跑起來兩次耶 都夠瞎扯了 狗狗俠專屬器 暫時先倒了 真的是有過瞎扯了 這什麼戰鬥啊 又是一掌狼 要等點時間 狗王還在這邊等著你呢 他剛剛開了絕技了 不打王 鳥鳥暫時先倒了 乘以九 被入侵啊 不過被入侵是一個事情啊 怎麼會 上了內傷 再給你再抓一次 再上個受傷 然後鳳王呢 戰力差太多了 打惡狼沒有感覺 不是吧 被僵尸俠黏著就打不贏啊 這也太扯了吧 難怪你看狂人剛剛那個基因研究所 是連打都沒打耶 因為這打得很慢喔 獵傷打得太慢了 受不了喔 打了沒幾關啊 有沒有 缺點還是很多 不是吧 真的是被老款的角色虐到直接倒了耶 不夠扯的 我丟拳 這兩個加持也沒有用了 都完全是做不出任何傷害 卡在前面 二掌一掌狼 又倒了 僵尸俠下一回合就沒了 沒有氣 這更扯 越打越扯啊 沒有氣啊 這邊再抓一下 有氣的話 剛剛那一下也是輸 對吧 有氣也是輸 鳥鳥要倒了 然後蚊子也快了 啊 慘不能堵 慘不能堵的現場 一個UR角色 他的存活率 在新的伺服器 果然是沒有經過 辦法經過 通過這個考核 這個也晚了 你三回合沒打掉 這僵尸俠還活著 不滅再給你開的 還是一樣 好了宣布賽果了 我們這場是嚴重的落敗了 波大王 最後一角 產品 還有一口氣啊 僵尸俠 倒了 所以這個減三 我也不是覺得很好 沒有那麼滿意 你們說對不對呢 好啦我們今天 進行今天最後一場戰鬥了 我們打什麼都輸 先讓我們贏一場吧 是吧 這個有囚犯的好不好 打SSR加著囚犯 總該要贏了吧 又是對位 這場該贏了吧 小畢孩先倒了 還有魅惑 對面有囚犯的魅惑 這個該不會又輸吧 一隻輸耶 天空王 天空王 要抓了 直接倒了 活都沒得活 這次突破不虛 傷害也有了 不過惡狼進來還活著 為什麼惡狼突破不虛還活著呢 沒一下傷害你都可以看到星紅文裡 他還是屬於脆皮 因為他既沒有白內障的加持 也沒有其他的功用 等於還是得一隻被打 對面沒有氣一掌 給你下去 鳳凰拿一回回又趴了兩次 跟剛剛完全是一模一樣 蟑螂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任何改變 唯一能打的星紅又被困在這裡 哇 超痛耶 這個東西啊 真的是 這個可能要 我正問要狂人 跟你們去解讀這個事情 我們一起解讀的話 我會認為 他是UR角色裡面最差的一隻耶 我覺得原子武士都還比他強耶 怎麼辦喔 因為原子武士他這個崩壞 上了之後 他開始有一個追擊嘛對不對 就在手發的一個攻擊條件 那麼現在這個角色 真的是要打什麼都沒有啊 好啦 沒關係啦 狂人想一想啦 不行的話我們就完結掉了 好不好 好囉 那麼我們 明天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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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